引發社會現象的日本殿堂級動漫《鬼滅之刃》 總共可以劃分為兩個時代性階段 一個就是電視動畫19集上線之前 一個就是電視動畫19集上線之後 改編至週刊少年Jump同名連載漫畫 於2020年5月完結 電視動畫由UFOTABLE進行製作 由於其業界頂級的畫面表現 無可挑剔的聲優配音 精準紮實的節奏掌握 以及振奮人心的華麗配樂 使這部作品迅速打響知名度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UFOTABLE這間日本動畫公司 會有這麼多錢來製作一部電視動畫 而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社長逃了好幾億的稅 不過說震驚了 UFOTABLE往鬼滅臉上砸了多道離譜的鈔票 無可否認是成功的要素之一 但你也不可小看這間公司的統籌與執行能力 在動畫16集上線前 我就有先看過漫畫的這個篇章 而我當初的感想是 這就是一段很標準的少年漫畫劇情套路 很標準的戰鬥畫面 很標準的回憶片段 很標準的熱血 沒什麼特別厲害之處 但當然也沒什麼太大的缺點 就只是文文踩在極歌線上的斷門 但動畫改編就完完全全是另一個水準 配樂、配音、音效、畫面、剪接、運鏡全部一氣呵成 加上些許的原創分界與額外的劇情補充 使每個角色的背景故事更加完整與動人 導致連遭遇讀過漫畫的我都看到起雞皮疙瘩 鬼滅之刃動畫版的成功也連帶影響了相關產品的人氣 打破日本史上漫畫銷售的紀錄 銷售第一名到第二十二名都是鬼滅之刃到底是什麼鬼成績 這次的劇場版也成為日本史上最快破100億票房的電影 連日本首相都在學鬼殺隊全集中呼吸 鬼滅的cosplay也是突破各個年齡層 連蒸汽火車也要cosplay一下 我只能照照鏡子感慨時代已經不同了 現在的小朋友居然都敢看這麼血腥的動畫了 真是太勇敢了 果然科技的發展也同時灌輸給小朋友超零的心態了 日本甚至還產生了一種鬼滅騷擾的現象 因為鬼滅實在太熱門 太多人被強行推坑 或是被否定自己對作品的喜好品味 造成相當多人的困擾 所以話要說回來 鬼滅之人真的有著能爆紅成這種程度的實力嗎? 總之先讓我來聊聊這次的劇場版電影吧 劇場版接續了電視動畫的劇情 也繼續改編著原作漫畫的故事 而要我如何評價這部電影呢? 我只能說 UFOTABLE又再次將自己設好的業界超高標準 穩扎穩打的超越了 正當你想說他們不可能再突破第19集的戰鬥場面時 他們就是有能力再次顛覆我們貧窮的想像 畫面精緻到難以用言語形容 各種特效、轉場、語氣好像完全都不用錢一樣 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果然有錢就是不一樣 流暢的打鬥戲 放招式時的聲光效果 流利的剪接 在電影院觀賞時真的是常常令人忘記呼吸 動態不提 甚至連靜態的背景也都呈現得完美無缺 這裡我就不得不提到本片的開場 身為一部幾乎兩個小時都在戰鬥的電影 片頭安靜的文系顯得為外重要與特別 物理心場這次的劇場版並沒有在開頭做一個前行提要的橋段 而是直接進入正題 因為往往少年漫畫改變的劇場版 都八九不離時會來個了無心意的劇情整理 但在鬼滅之人劇場版中 他利用了鬼殺隊領袖在墓地的戲 將觀眾直接拉進本作殘忍黑暗的世界觀中 沒有過多的剪接而是以簡單的遠景中景與特寫 帶出本片沉重但絲毫不絞型的調性 領袖來到墓地以探訪在戰鬥中死去的同伴們 漂亮的背景作畫恰到好處的光影搭配 凸顯著儘管這個世界有著殘酷的本質 人就有很多人正在奮鬥著 正在相信著渺茫的希望 領袖冷靜了溫柔的聲音 更再次詮釋出鬼滅之人最有重量的阻止 也就是生與死 有人可能會說 本作死了一大堆人會不會太過作作 作者是不是拿死亡這種強烈而悲劇的元素 來收買觀眾的心呢? 但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鬼滅之人從來都沒有讓任何死亡戲碼 過於濫情或是毫無重量 往往劇情會著重於生者與死者的關係 以帶出每個角色不同的心路歷程 從刻畫人物的角度來說 這的確是一個頗具風險的做法 但在鬼滅這個過分黑暗的世界觀中 這種設定卻顯得合情合理 而每個角色的離去或是戰鬥到最後一刻的身之力 不非強調了本作以溫柔為基底的掉性 在每場華麗的戰鬥背後 也象徵了他們所秉持著的信念 而這才是真正使鬼滅之刃的打鬥戲好看的原因 片中對主角群的刻畫也是直白簡單卻分量十足 也十分到位 連駐大哥始終如一的堅持 探自然毫無退縮的堅強與溫暖 抑制住意料之外的自我成長 我七三一的 呃的 抱歉我七三一還在睡 然後迷豆子呢 迷豆子只要繼續保持可愛就好 說了這麼多優點 那當然本片也並非是毫無缺點的 而我認為這是劇場版最大的知名商 是出自於整體節奏上的掌控 由於改變至每週更新的連載漫畫 不同於電視動畫也能利用極速來分割劇情量的分配 劇場版就沒有這個條件 再加上本片導演擅長的領域也在電視動畫 導致鬼滅之刃劇場版不論是在動作場面之間的文系橋段 搞笑橋段回憶橋段的節奏拿捏 都沒有他在電視動畫時來得好 而更由於片長的關係 少了電視動畫中製作組額外增添的原創劇情 來昇華整體的故事強度 只能說火候還是差了一點 整體而言鬼滅之刃劇場版是一部不負觀眾期待的作品 而且絕對可以說是商業上的大成功 該有的打到他直接燒滿經費做到最極致 文系部分也毫不滿乎 只有節奏部分不及TV動畫 是我認為很可惜的地方 儘管本片並非十全十美 但做了一部少年漫畫改編的電影長片 我覺得UFOTABLE仍舊是交錯了一張亮眼的成績單 不過說到底 鬼滅之刃這個作品真的有這個實力 可以宏到成為社會極限像嗎 對於這個 我只能說事出必有因 沒有東西是會莫名其妙膨脹到這種程度的 但當美國動漫代理公司Fontimation 在2019年年底 進行粉絲投票活動時 鬼滅之刃獲得了10年來最佳動漫的頭銜 我就覺得 過於了吧